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來為大家開箱呢 就是大家眼前看到這一台 叫做 Pico Prezzo 那今天除了跟大家聊 Pico Prezzo 這台 手壓異式機之外呢 我們要 延伸出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另外一台我們之前一直非常推 叫做 Star Reso 三代 那我們待會就叫它 S3 我們會跟大家聊一下說 這兩台它在使用上面呢 會有主要有哪一些差異性 以及它適合哪一些人群 相信這也是很多人對於 手壓異式機有的疑問 那這兩台我學長可以先跟大家講個結論 其實我都覺得是 目前CP值以及 它的功能上面是不錯的兩台 但是這兩台它的 使用面向是完全不同的 那至於為什麼呢 我們就往下講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Pico Prezzo 那Pico Prezzo這個品牌叫做 Wacaco 其實它出了很多各式各樣的 手壓異式機啦 但是其實目前為止 Pico Prezzo我覺得是 規格最符合學長心目中 關於比較優質 以手壓異式機的其中一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 包裝確實是也是蠻精美的 就也不枉稱他們 覺得是比較專業的一代 好 那可以看到 裡面有一個便吸盒 然後呢 便吸盒 然後呢 機身就這麼小一個 真的是這樣的小巧 然後包括這些東西呢 這些器材 它全部呢 都可以放到便吸盒裡面帶走 所以無論是外包裝或是說它的設計上面 我覺得確實可以達到所謂的可吸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那便吸盒做得很精緻 我們就先放著 然後呢 簡單跟大家聊一下說它的結構 因為其實零件蠻多的啦 但是沒關係 那這個是豆匙 這就不用介紹 所以這樣也不會用 好 然後裡面呢 有這個粉杯 粉杯倒是值得說一下啦 這個是52mm的粉杯 而且可以看到喔 它就是模擬商用意識級的粉杯 所以這一個是它非常非常核心的一個事情 因為如果使用這樣的粉杯的話 代表的是它要面對的消費者 就是一群高端的消費者 不是家用消費者 而是一個真的對咖啡比較熱情的人 才會使用這樣的粉杯喔 因為它的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呢 換句話說 它也可以比較靠近商用意識級的風味 如果你會操作得一的話 可以更接近商用意識級 所以是用52mm的粉杯 好 然後呢 包括它還有一個設計很棒的接粉環 可以很方便的讓我的粉 可以直接落到我的粉杯裡面 以及還有一個添壓器 這個填壓器還可以控制你的填壓的深度 而且它是一個平底填壓器 所以 配件上面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 像是針一樣的東西 它就是可以協助你 讓你的粉 比較結塊 以及更均勻的一些工具 那這些工具本身呢 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細節上面 我覺得是WAKAKO這個品牌 目前 非常 令人稱道的一個新的系列 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但是 學長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多的東西 因為 它就是一個 要求高的器材 因為它是用這樣的粉杯的情況之下 它的要求就會比較高 所以呢 一 你的磨豆機的 研磨度 必須要刻意到很細 不是普通的細要很細 第二呢 就是你可能你在使用操作的時候呢 要有一些精準性 就是你要很仔細 而且呢 你可能也要有一點點 做意識的概念 你才可以做得出 比較OK的 的風味 那基本器材就長這樣 那學長待會呢 怎麼使用這些東西 就邊聊 就邊直接做了 待會在測試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三台手搖摩托機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跟大家先 溝通一個觀念 目前學長來測試的結果 家用的電動磨豆機 大多數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Pico 叫簡稱Pico 沒辦法在Pico上面 做出比較有效的Crimad 大部分的商用 家用磨豆機 包括我們常聽到的 小飛馬 小富士 然後 Fellow Old Fellow Old 如果你要 你只能換刀牌 有機會可以做到 然後包括其他的 家用電動磨豆機 你唇鮮 幾乎都是沒辦法 在Pico上面 有良好的 Crimad表現的 所以這些東西 雖然告訴你 基本上是 你不要想太多 沒辦法做得太漂亮 但是手搖磨豆機呢 基本上呢 是有機會可以做到 所以雖然今天拿了 三台手搖磨豆機 分別是低中高三台 這是比較低階款的代表 就是粒子C 它的Crimad效果 基本上是比較不那麼好的 因為它的最細研磨度 其實沒有辦法到很細 所以呢 常常會失敗 那比較推薦的都是中階的 像用的中階代表的是 Minos磨豆機 Minos磨豆機幾乎是 OK 百分之八九十 我都可以做出 蠻漂亮的Crimad 所以可能 如果你想要 匹配Pico的話 可能至少要到 Minos 這個三千多塊 的磨豆機 那至於高階呢 這個是Kinu Kinu大家都知道 就是加八千一萬塊 上下左右的價錢 看它的哪一個版本 是完全是可以cover到 Pico的研磨度的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 在手磨上面 至少到三千多塊 那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是用 高階的磨豆機 譬如說你 平常喜歡用的是 高階的C40 就是Commandon的C40 基本上我也不推薦你 搭配Pico使用 因為Commandon 它的 研磨效率 比較沒有那麼好 沒有Kinu好 所以你要磨到很細很細的話 你會很累很累 磨很久很久 但Kinu呢 比較省力 所以高階裡面 我會推薦Kinu 那中階裡面都推薦Minos 因為Minos 它有一個很好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無段微調 它不像 很多的手套磨豆機 是一格一格的 它可以調 比較細微的微調 所以確實它在 搭配Pico的時候 效果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待會呢 我們會測 例子 跟Mino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磨豆機等級不到的話 你使用Pico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以及你如果磨豆機等級到的話 你可能可以到什麼樣的狀況 同時呢 同廠加硬 我們會 同樣的 東西呢 我們會使用Star Reso來做對照 那 這也是會讓大家了解到說 Star Reso它的使用難度呢 是比Pico低非常非常的多 那Star Reso算是一台 老少賢儀 當然我們之前有介紹過一些它的詳細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的內容 那至於 它們為什麼 都同樣是首要一世紀 會有那麼多 需求上的不同呢 我們會做另外一部影片 那我們這部影片完以後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會講一些原理的部分 好 那這一篇就是以10座為主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低輪的實驗 那首先我們會使用的是 比較低階入門的粒子C 那粒子C呢 一般來說 手沖大概使用20幾的研磨度 那我們今天使用大約10左右的研磨度 對我來說已經算是蠻極限的 10以下呢還是可以有個兩三格 可以有可能可以磨到8 但是那個研磨的時間會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已經不太有參考價值了 那我就可以 我先用10 我覺得我的極限 那 裝粉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 直接用這個粉杯 來撈咖啡豆 裝大約是在你的粉杯 大概一滿杯的這種情況之下 就可以了 就差不多 那這個是為了模擬一下說 如果你在戶外 那 你沒有電子秤的情況之下 你用這種方法 基本上也可以完成秤粉的動作 OK 那我們就開始研磨 好 那我順便也會記一下詞 跟大家講說 當我用 這台磨豆機最細的時候 大約多少時間 OK磨完了 大約是1分15秒 大概是我手磨的極限了 大概 再更長 學長 基本上我也覺得 沒有實用性 大概是1分15秒 OK 那其實看起來 已經粉已經是滿細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怎麼操作 好 首先這是粉盒 然後呢 它有附一個這個 接粉環 那我可以把接粉環 放在粉這個 粉杯上面 然後呢 直接把我這個 手磨豆機的粉杯 直接這樣 倒扣的方式 然後呢 直接讓它自 很自然的落粉 然後左右搖晃一下呢 讓我的粉 漂亮的落在我的粉杯裡面 可以看到 它會落在比較正中間的位置 那如果你的 磨豆機會有一點點容易 結塊的現象的話 可以用它附的這個針 稍微 讓你的粉 布一下你的粉 讓你的粉呢 可以順利的 均勻的落在你的 粉杯裡面 稍微落一下 內外感覺起來均勻 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最後 使用它附的 這個填壓器 然後從上往下 部分環可以先不用拿下來 就直接這樣填壓 那你會發覺說呢 它的填壓的深度呢 它有設計過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填壓深度就很漂亮 那這個時候呢 部分環拿下來以後 如果你還想再填壓 再深一點點的話呢 可以再稍微 往下壓一點點 基本上呢 就壓不太下去了 所以可以看到 做完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的粉面基本上是很平整的 那這也是這個Pico 這個 手壓意識器 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可以讓你的部分的過程中 其實是蠻舒服的 OK 然後接下來就把這些東西 收著 然後這一個呢 是我們的分水片 所以把它放到你的粉杯上面 然後這個底座放上去 然後把上座呢 把它鎖 鎖起來 基本上呢 就完成你的前置作業了 OK 好 然後呢 待會呢 我們會萃取大約是在 40克左右的濃縮 然後我使用的是滾水 你可以考慮先預浸你的機身 你如果不先預熱的話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準備 開始加熱水了 那加熱水給到呢 它的機身的內部有一條水線 然後大約是八九分滿 然後呢 蓋蓋子 然後建議呢 剛開始呢 你都可以 你稍微做一下預浸的動作 可以 做一下預浸的動作 壓個六七下 六七 OK 壓個六七下 然後放個大概十秒到二十秒 你的咖啡粉塵就會吃一點水 待會你在萃取的過程之中 有可能會讓你的抗煮 就是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你的油脂的萃取效果會好一點點 那如果你都已經預浸了 時間超過二十秒二十秒了 你還是沒有Creamer的話 那就說實在的也未必 你再預浸也沒有用了 它就是你的螢幕度不夠細的問題 OK 好 差不多了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順順的 順擠就好 好 可以看到 我們還是可以擠出一點點Creamer 但是Creamer的流速就有點偏快 而且厚度就不會太漂亮 就比較稀薄一點點 因為它對於研磨度的要求 就真的是比較高一點 OK 我們萃取完了 把它擠乾淨 大約是四十 莫數 大概是四十幾 好 然後呢可以把它倒過來 可以看到 我們的Creamer本身呢 是有Creamer 但是它的油脂的呈現 中間就有點破孔 然後整體看起來呢 就會有一點不完美 有 但是比較粗糙一點 那就是因為這個研磨度對來說還是不夠細 那可以知道說這種比較入門的磨豆機呢 其實已經磨了一分多鐘 最細的情況之下呢 它也只能到勉強 甚至有一點還不夠及格的狀態 因為Pico它對於研磨度要求真的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沒有一台足夠好的磨豆機的話呢 你碰到這台刷意識機 你會有一點挫折 那我們相比StarRaiso 其實StarRaiso我的研磨度還不用用到十 我大概用到十二到十五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很明顯很飽滿的 甚至整杯有 看起來三分之二杯都是Creamer 所以你看得出來 其實StarRaiso它對於你的磨豆機的 研磨出細度的要求是低非常非常多 粒子十二到十五的研磨度幾乎是 目前所有夾養機都可以達到的 包括大家看到的小飛馬 小飛馬甚至的old 它都是可以符合的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如果你是一個對於磨豆機 不想投資太貴的磨豆機的話 你使用StarRaiso 說實在成功率會高非常的多 OK 那我們看完了第一個例子C 搭配Pico跟StarRaiso的比較之後 我們來看第二個 我們把等級拉高一點 我們使用Minos的磨豆機 Minos算是中階磨豆機 它的研磨度是無段微調 就是按著以後 然後轉到底 那嘎啦嘎啦聲呢 就代表說已經到底了 然後逆時鐘 大概轉四分之一圈 再多一點點 這樣多一點點 大概就是Minos的意思的研磨度了 好 那我們豆子一樣 粉杯來裝就好了 好 裝到一瓶 好 那我們順便也來測試一下 我們大概磨多久的時間 OK 大概也是1分15秒左右 OK 跟粒子C的時間差不多 那Minos呢 原則上會比粒子C的效率再高一點 其實粒子C效率已經很好了 那Minos 它畢竟價錢在哪邊 好 那我們就一樣來護粉 護粉環 然後呢一樣 把我們的粉杯這樣子 倒掛 然後呢 左右晃動一下 讓它自然弱粉 OK好 然後呢 需要的話可以使用這個 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粉呢 比粒子C的10 細上蠻多的 蠻多的 所以這也是 比較符合Pico 它的需要的 的細度 好 鋪好以後 一樣把我們的Tamper 往下壓 這蠻簡單的 那你可以稍微轉一下 讓它一些細粉的能夠 OK 看到 這個 填壓的效率來說 或是體驗上面 還是相當好的 OK 好 一樣 裝到我們的 底座 然後呢 記得要把這個 分水網放上去 沒有放上去的話 你會完全失敗 OK 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來給水了 一樣是用98度的水 然後給到 它的水線 然後我們 我們條件都盡量差不多啦 我們一樣 悶蒸時間 也是 應該是預浸時間 是10秒到15秒 把這個 蓋子要轉緊 空氣才不會 氣壓才不會跑掉 好 現在壓個 6到8下 好 吸一下 然後等個 十幾秒吧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開始 可以看到它的急速效果 是好非常的多的 KREMA顏色也很漂亮 然後整個 壓起來呢 非常有抗阻 然後呢 整體的效果 就是 香氣啊 或是顏色 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 亂噴的現象 就是因為它研磨度是夠的 OK 擠完 收回 OK 好 這樣呢 就是Pico Prezzo 在比較 適合研磨度的情況之下呢 能夠擠出的效果 可以看到其實 會有非常 厚實 而且優質感非常漂亮的KREMA 這也要搭配 足夠細的研磨 那我們剛剛看完前面 兩個實驗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Pico 它是一個對於 研磨度要求 真的是比較高的 一台 手艾式機 但是呢 這麼麻煩 那它的價值在哪裡呢 希望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就是 你的研磨度 已經達到 適當的 粗細 然後呢 你的壓的狀況 也不錯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就像剛剛我們影片裡面看到的這樣 它會呈現一個 有點類似商用藝術機 那個等級 的風味 以及它的油脂感 那這個油脂感還是蠻厲害的 那相對於SARESO呢 SARESO當然它的 條件呢 都簡單的非常的多 幾乎所有的電動磨豆機 你都可以Cover到 然後也是幾乎所有的手艾磨豆機 都可以用很輕鬆的研磨度 不用轉個半死 不用磨個半死 你就可以 很輕鬆的做出很 漂亮的Cream 但是呢 如果要比 高分 最高分 就是Pico 在完美的情況之下 研磨度很好 操作也很好的情況之下 可能 SARESO最高分可能是90分 但是呢 Pico呢 它有可能可以做到95分 甚至或是可以做到98分 那Pico呢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你可能只有60分 甚至又不到60分 所以這就是兩個器材它的特性 就是一個就是 比較適合的是有玩家精神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不這麼追求 非常高分 我希望是我可以更穩定 然後可以輕鬆 可以每一次都很好喝的話 那還是比較推薦你SARESO 那同時間當然 如果你預算比較不夠的話 SARESO也是比較符合的 因為你不需要投資太好的磨豆機 回歸到 如果你今天想要買Pico 那學長也很鼓勵 但是你還是要去 去尋找適合你的研磨設備 譬如說 一張Minos 它的這個等級的 那甚至於說 如果你還有更多預算的話 這種像Kinu 它也算是一個高階磨豆機 所以它的研磨度可以到非常細 那確實它在配合Pico的效果上面呢 也是很不錯的 那最後呢 學長再提醒各位 我們剛才使用的咖啡豆呢 都是中深焙的 那確實在Pico 因為它的要求比較高嘛 中深焙比較容易成功 豆子越淺 其實你又更要求你的研磨度了 那我們可以最終一個小結跟大家講 Pico呢 它很適合你有挑戰性的 我就是很希望我能夠做出95分的手壓濃縮 很適合這樣的人 你可以在這個實驗的過程之中呢 享受它的樂趣的話呢 我覺得Pico確實是一個可以挑戰高分的一個 一個好的手壓器材 Sarreso呢相對來說 它就是一個更簡單 不會有挫折 容錯率非常非常高 它的定位差很多 器材也未必有什麼好壞啦 就是最適合你的 然後符合你的充足環境就是好的 好那關於今天Pico的開箱呢 那我們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之後呢也會跟大家聊一個 關於為什麼這兩個系統會差那麼多的一個專題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